台积电赴美设厂下周举办的装机典礼 连美国总统拜登都会到场 只不过现在有外国媒体报导 说这个厂原本是只生产5奈米 可是在苹果库克的一个催促之下 有可能会从5奈米升级变成至4奈米 市场很紧张 但是专家分析 其实5奈米4奈米都是同一个制成家族 还是符合原先的生产规划 一喜话透露着台积电半导体实力 全球有目共睹 美国更是抢下先机 但如今传出台积电杨利三大洲新厂 原计划将导入5奈米晶片技术 却在苹果等大客户催促下起了变化 2024年新厂启用后将变成生产4奈米制成 让市场好紧张 由于5奈米跟4奈米是同属于 同一个制成的一个范围之内 那么4奈米也可说是5奈米的一个强化版 相关先进制成的部分 还是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异味 比较浓厚 先进制成还是在根流台湾 明镜明镜 业界认为4奈米与5奈米同属一个制成家族 符合原先生产规划 3奈米恐怕才是大要紧 3奈米部分是我们现在 台积电现在有一个制划 差不多敲定了 张忠谋抛出3奈米也将赴美的讯息震惊业界 但专家认为等到此时 台湾2奈米已经开始量产 甚至走入1奈米研发阶段 美国时间下周二台积电凤凰城 一季典礼将要登场 除了美国总统拜登 包含苹果执行长库克 超为执行长苏之锋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东江起居一堂场面盛大 我们必须要看总体成本 看补助 看能源成本 看当地客户需求 先前因为一通电话 约上百面的全球第三大矽金原厂环球金 也将在12月1号 在美国德中举办12寸场动土典礼 这时白宫拜登政府 联邦政府等超过200位贵宾 都将逆临现场 美国积极招揽台湾半导体厂 赴美设立新厂 最先进进数 仍会耕流台湾 撇除外界产业外移余虑 下期秀您是谁的刘富慈 综合